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帖2.4新活动 3.0拳女角色 击破队伍拼图齐全 崩帖2.4最多的18240新穷 非消剑魔剑魔爆料 逐渊怀言消息 崩帖2.4前真统计 霍霍花火即将复刻 云里可爱极了 一些玩家认为 击破队在刘盈的带领下 因为是全女队而获得了胜利 随着灵莎和非消利会的发布 击破队和黄泉队之间的争论 似乎已经告一段落 然而 黄泉队由黄泉领导的团队 同样具备巨大的潜力 他们的队友几乎都可以进行替换 关于这两支队伍最终的强度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此外 刘盈的击破队在目前阶段的实力平平 但加拉赫和阮梅等几个角色 有可能被更强的角色取代 预计未来的实力会更上一层楼 本次前瞻直播 将系统的介绍 焦丘和云里 这两位角色的技能机制 和其他相关情况 对于有兴趣抽取这两位角色的玩家们 强烈建议您关注这次直播 此外 本次前瞻直播 还会公布300星穷的兑换码 您可以留意一下 我会在直播开始后 发布300星穷的兑换码 方便大家进行兑换 非常期待这次精彩的前瞻直播 最后 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新角色的消息 近期 一些资深玩家 曝光了即将上线的 后续版本中的新角色信息 在主角方面 下一个登场的角色 应该是记忆组 属性江士兵 同时 还会有一位 与记忆组相关联的新角色 外观类似于真理医生 此外 在2.4版本中 还将推出全新的活动 出花席见路 相信大家 对此有很高的期待 在前瞻直播中 后续卡池的角色 也被曝光了 其中 飞霄和莫泽的身份 对玩家来说显而易见 而竹渊将军和怀炎 也出现在了其中 然而 一些玩家 对于这些新角色 表示了疑问 担心他们 是否都是白毛角色 此外 飞霄作为一位 断尾的狐足 与新的剧情 有着关联 这样人非常期待 然而 玩家们也希望 后续的卡池安排中 能够出现一些 能够与老角色 匹配的强力角色 以充分发挥 他们喜爱的角色的实力 否则 无法在游戏中 充分利用自己喜欢的角色的热度 对玩家来说 确实有些不愉快 根据大佬整理的数据 在2.4版本中 林克玩家可获得83次抽卡机会 小月卡玩家 可获得106次抽卡机会 而大小月卡玩家 则有114次抽卡机会 在2.5版本中 将会有三位女角色 加入卡池 目前 根据大佬的调整消息 之前传闻的花火 并不准确 在昨晚的前瞻直播中 被证实为错误 看起来 黑天鹅的概率将会非常高 而飞肖和林莎的加入是确定的 对于林莎来说 她对流营的提升将是巨大的 论坛上有人预测 这次流营将直接晋升为三体人 至于第三位复刻角色尚未确定 因此 似女卡池的可信度并不太高 对于林莎和飞肖这两位角色 不少玩家都表示 新穷已经不够用了 最后 在2.4前瞻直播中 人们本以为最受欢迎的角色 将是两位新五星角色 云丽和娇丘 或者是新的三月七 然而 出乎意料的是 飞肖一亮相 就直接压倒了这些角色的热度 迅速登上了热搜榜首 没想到 飞肖的建模 比例会更加出色 差距之大令人惊讶 玩家们纷纷表示 这些流水必须稳了 对飞肖给予了高度评价 本次2.4版本的上半塔池中 包含了飞肖和霍霍两位角色 可以说霍霍算是返场角色了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 是否会选择抽取她 霍霍在目前的表现 可谓非常亮眼 尽管她不是当前版本主流队伍的最佳选择 但她的强大之处 在于她的通用性极高 能够在各种队伍中发挥作用 而且即使是临阶级别的霍霍 也能展现出相当不错的实力 下半塔池将会是焦丘和花火 花火这个角色和霍霍一样 通用性非常高 目前来看 即使是临阶级别的花火 也可以发挥不错的作用 然而 如果你追求更好的使用效果 可以考虑抽一个光追来提升花火的性能 这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和取舍 在本次前瞻中 大家期待已久的云奇元帅 终于在主线剧情中出现了 尽管只是侧面提及了一下 但毕竟 这是云奇元帅首次登场 这可能意味着 后续将有更多 关于她的剧情展开 大家可以对此抱有期待 这将为玩家们 提供更多了解云奇元帅的机会 进一步丰富游戏的故事情节 最后 在本次前瞻直播中 飞潇这个角色终于露脸了 有趣的是 飞潇的风亭经历了一次反转 一开始 仅凭立会 许多人对飞潇的外观感到有些奇怪 然而 随着本次前瞻播出后 大家对飞潇的评价一片较好 可能是在实际的时机演示中 飞潇展现出了 令人惊艳的实力和魅力 改变了人们的初步印象 这种反转的风亭 也展示了角色的真正魅力和吸引力 让玩家们对飞潇充满了期待和好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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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